那么接下来呢 那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欧洲这边的事情 欧洲呢今天有一个 有一条新闻 有一条消息呢 大家是比较关注的 就是欧委会主席 冯德莱恩对意大利说对不起 那么这个 这个欧委会主席呢 这个冯德莱恩呢 他就是发表了一封这个信件 在这个意大利的 叫做共和国报上 那么是一篇署名文章 那叫做对不起欧盟 现在与你并肩 那么欧洲的各主要媒体呢 都报道了这件事情 那么他是这么写的 写到了欧洲各国 此前并没有意识到 只有团结在一起 欧洲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 那么只有联盟才能赢 各国原本可以避免这种局面 这十分不利 他还写到说 如今欧洲和意大利 站在一起很遗憾 之前并非一直如此 需要承认在危机之初 太多人只想着 他们本国的问题 现如今呢 个体之间的距离 对我们的安全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但欧洲国家之间 他们之间的距离 却让世界陷入危险 也就是说 个体之间的距离重要 但是国家之间 希望并肩作战 那么在这个 刚刚这个危机开始的时候呢 当时欧洲的确呢 我们也看到 到不同国家之间呢 都出现了一些事情 一些呢 属于误会 或者有一些呢 保护主义的情况 还有呢 就是有一些 局部的这个 执法混乱 那么冯德莱恩呢 就宣布说呢 说欧洲已经改变了节奏 近期所能展开团队合作 面对共同的问题 寻求协同的答案 那他就表示说 截至到目前 已经有25个欧洲国家 已经团结起来 向意大利和西班牙 送出数百万只口罩 他还在推特上承诺 欧盟将解冻最高 1000亿欧元 帮助这个受到这个冲击 最严重的成员国 帮助这个 这个帮助行动呢 将从意大利开始 尤其呢 是帮助人们呢 保住工作岗位 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 这个中国工作岗位的问题 其实这是全球 都会存在的这个问题 那冯德莱恩还承诺说 欧盟年度预算呢 会用好每一个欧元 将都将呢来 就是来启动呢 就是来抗击这个 现在这个情况 能不能用这些钱 那么这个1000亿欧元的计划呢 也被人们称为 叫做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那么意大利总理孔特呢 他其实呢 已经多次呢 就是呼吁说敦促欧洲 要展现出更加团结的精神 那么对于这个欧委会主席的 这个表示 意大利的前内政部长 叫做萨尔维尼的这位先生呢 就在推特上回应了 这个欧委会的主席 他说今天冯德莱恩 向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吃歉 他早就应该如此 意大利从欧洲收到的 只有虚无的言语 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那么我们看到呢 就是冯德莱恩的这封信呢 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在意大利的这一些政要 或者前政要吧 这样的人士呢 来看呢 暂时呢 他们认为一个是软了 另外呢 认为目前还仍然是一个 没有看到实质的这个姿态 那么在意大利看来 什么是实质的呢 那么是此前呢 就是我们提到过说 这个意大利总理孔特 以及西班牙 以及这个法国在内 有个国家提出的那个 特别金融工具吗 就是这个具体的工具吗 意大利呢 我们也知道 他现在呢 并没有从这个金融危机的阴影中 走出来 他的经济状况 其实是不太好的 那么孔特政府呢 他是2019年下半年 刚刚呢 重新阻隔的这么一个联合政府 那这种情况呢 其实算是一个弱政府 那么在意大利呢 这么严重的这个情况下呢 也是会被这个民众呢 和这个反对党来诟病的 所以呢 他需要有所作为的表现 那么这个表现呢 是不是他在 也是促使他屡次呢 会警告这个欧盟 呼吁团结 警告分裂 那么同时呢 也有一些情况呢 就值得我们注意 那么一个情况是 意大利和中国的关系 意大利呢 他是成为第一个 加入中国一带一路 全球投资项目的发达国家 那么在2019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先生访问罗马的时候呢 两国呢 就共签订了29项协议 累计总价值呢 达到了25亿欧元 也就是相当于28亿美元的样子 那么在这一次 这个当前的情况中呢 这个医疗队呢 中国呢 也是为意大利呢 派出了三批医疗队 而且呢 运送这个医疗物资 那同时呢 还有意大利和这个俄罗斯之间呢 俄罗斯呢 在这个这段时间的情况下呢 也是为意大利呢 派出了医疗队 也是运送了物资 当然了 俄罗斯派出的这个医疗队呢 也有这个被指称说 这个医疗队呢 是生化专家 而不是医疗专家 那么同时也看到呢 这个古巴对意大利的援助 那么这个时候呢 马克龙就有话说了 马克龙在 就前几天的法广有个报道 那么马克龙就说呢 说人们说了许多 有关中国和俄罗斯 对意大利的援助 为什么一句都不提 法国和德国 早就向意大利送去 两百万只口罩 和几十万件防护服 那么这篇文章呢 是这个 刚才说到是法广的 这么一个报道 那么这篇文章呢 就有个解读说 马克龙为什么 要做这一番说明呢 这件事情的背景呢 就是中国俄罗斯 还有古巴 向意大利援助 这个医务人员口罩 这些医疗物资之后呢 这三个国家都分别利用本国的官媒 以及国际渠道呢 极度夸张的渲染 如何援助了意大利的行动 也就是说呢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政治的这个意义呢 其实我们不敢说 它大于这个人道援助吧 但是政治意义在里面 占了相当重的这个成分 那么再来看呢 法广的一条这个相关消息 就是中国医疗援助 得到塞尔维亚政府积极欢迎 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 还是马克龙 马克龙强调呢 欧盟对塞尔维亚的医疗援助 也是很多的 比中国多 这个马克龙又有话说了 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呢 在4月2号星期四 对塞尔维亚的总统这个 武器妮 武器齐 表示说 面对冲击欧盟对塞尔维亚的援助 也是很多的 而且多过中国给的 他呢 在这个 这个 与这个 武器妮呢 就是通话 那么在这个通话的过程中呢 他还说呢 说我本人 以及 法国与塞尔维亚团结 站在一起 面对这场危机 并且呢 巴黎支持塞尔维亚的欧洲图景 这个欧洲图景 所说的呢 就是塞尔维亚呢 就是加入欧盟的 这么一个愿望 那么目前的塞尔维亚 还不是欧盟的成员国 那么马克龙呢 还强调了 在这段特殊时期呢 这个欧盟呢 给予塞尔维亚的援助 他就想提醒这个 武器尼亚 你不要忘记 这个情况 那么在3月27号 为塞尔维亚提供了 40吨医疗物资 援助款总额达到了 9300万欧元 这比中国给的要多 那么咱们再回顾一下 塞尔维亚的故事啊 为什么会让马克龙有话说 那么武器尼呢 曾在3月21号 在塞尔维亚首都 贝尔格莱德机场 迎接中国的专家团 并亲吻了中国国旗 他还表示说 中国专家是第一批 打赢这场战争的 那么从今以后 他们说什么 我们就照着做 武器尼呢 就解释说 塞尔维亚呢 除了依靠中国兄弟 别无他法 并谴责说 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 那么塞尔维亚总统的 这番举动是真心实意的 还是政治作秀呢 那么我们也要拭目以待 那么对于这个 欧委会主席 这番的显著的表现 为这个 这个意大利呢 说对不起 那么马俊先生 您有话要说吗 我的确有两句话要说一说 那么就是个人的一个感官 那么正好呢 我找到了一个 哼我的这个理解 非常这个贴切的一个报道 有一篇报道是这样说的 是来自于自由亚洲的电台 说呢 在今天 那么发生了这个一件事 在华盛顿呢 意大利驻美国的大使 还有西班牙驻美国的大使呢 都接受了一个访问啊 访问当中呢 这个意大利的大使呢 叫威利丘啊 和西班牙的驻美的大使 叫卡巴纳斯呢 都回答了自于亚洲的一个提问啊 自于亚洲就说呢 现在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 中国呢 在大次的宣传呢 给意大利啊 包括很多国家呢 都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但是呢 有很多人都很担心啊 那么中国也在输出着一套系统 一套体制啊 他想呢 把他的现在的这种做法呢 要让意大利 或者引起很多人的重视啊 那么 大使呢 对于中国的这个做法呢 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 这大使呢 说的话呢 非常率真啊 他就说呢 我们意大利并不天真 我们清楚的很 是的 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呢 正提供了意大利 急需的一些物资 但同时呢 我们完全了解 我们不该接受中国 借由所谓的软实力 公众外交呢 试图输出的 他的那一套弄述 他强调呢 也就是因为中国 这样的一些宣传行动呢 也显示了全球协作的 一个重要性 他说呢 现在意大利呢 对于所有的国际合作呢 持开放的态度 但意大利对自身的 价值观与利益呢 持心之动民 不会陷入这种短期的 所谓的战术的赛局的陷阱 事实上呢 中国办的所谓的援助的 这样的一个外交呢 在意大利呢 引发了不少的反感 就与国会议员质疑呢 部分医疗用品呢 是意大利向中国采购的 北京呢 却说成什么呢 是我们捐赠的 还有呢 西班牙的大使呢 也是这种态度啊 让很多人都觉得呢 就说其实大家心知都很肚明 那么意大利呢 就像刚才韩昆女士所讲 意大利政府呢 有一个少数派的一个政府啊 那么孔特的这种甩锅方式呢 也是有原因的 很多政治人物的讲话呢 我们不必当得太真啊 那么他呢 甩锅呢 说是欧洲啊 没有做很多事情 欧洲如何如何呢 其实是喊话给自己的国民 那么为什么会喊话给国民呢 这两天我们查询了 意大利的很多相关的 国内的一些新闻 那么很多人都指责呢 孔特领导的意大利政府呢 的确是效率不佳啊 那么他们做出的很多决策 做出的很多行动呢 都很官僚化 虽然很多人都在付出和积极的去解决 但是他们解决的方式和能力呢 有很大的一个欠缺 因此呢 对孔特所领导的政府呢 批评声浪呢 是越来越高 我们也知道孔特的这个政治背景呢 是偏右一点的 那么呢 他往往呢 就愿意呢 很容易呢 将自己国内的一些政治方面的压力呢 转移出去 而这个时候他转移给谁呢 那就正好转移给现在 正在不断的走向衰弱的欧盟呢 是最好的背锅者 当然欧盟的这个主席也好 像马克龙也好 像很多人也好 就像对塞尔维亚也好 都重新站出来的 在告诉自己的国民 因为像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呢 是有个特殊性 我们不能够忘记 大概在二十年前过一点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个前南战争 之后呢 专门对这个塞尔维亚 特别是当时米洛舍利奇所领导的 塞尔维亚政府呢 进行了 克林顿时期呢 进行了这个战争 我们也知道 有一枚导弹 曾经打到了中国使馆的那一次 那么这场战争呢 使塞尔维亚人 虽然身处在欧洲 但是塞尔维亚这个民族也好 这个文化也好 这个政体也好呢 其实是另类的一种欧洲 它与真正的欧洲呢 一直没有融入 而塞尔维亚到今天为止呢 他们国家民众也好 民族文化也好 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呢 就无非就是科索沃呢 被独立出去 但是到今天为止呢 塞尔维亚呢 并不承认 那么塞尔维亚的侵华呢 是一贯的 那么从苏联时期的 当时的前南斯拉夫时期呢 塞尔维亚呢 就是南联盟呢 就与中国的关系呢 走得更近一些 而到塞尔维亚这个解体 整个东欧巨变解体之后呢 塞尔维亚也一直都是 与中国的保持着更多的一些联系 也是最早给中国呢 免除签证的欧洲国家 那么也是开通了贝尔格莱德 前往北京的飞机呢 也是开通的比较早的一个国家 那么他们也得到了 中国的强力的一个援助 而塞尔维亚在这些几年呢 一直在申请着 如何加入这个欧盟 而欧盟呢 对塞尔维亚的态度呢 确实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限制 那就是什么 你必须得承认科索沃呢 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体系 或者独立的一个国家 但这次塞尔维亚的民族感情 很多方面呢是无法接受的 任何一个人 塞尔维亚的总统政治人物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 出现了这个倾斜的话 那么他势必在国内的政治 将会破产 因此呢塞尔维亚在很多事情 特别国内的失败的政策上 总是呢就要推给欧盟 这也是一种 被真正的一种政治甩锅 不过呢这种呢 在国内的民众会去这样表现呢 能够获得国内的更多人的支持 那么都是玩的政治家嘛 都是玩的这一套 所有的人呢都看得很清楚 也都很明白 只不过是呢塞尔维亚的民众呢 可能并没有这个角度和这个视角 就像意大利的很多民众呢 也并没有一个大欧洲的这种视角 那么都是甩锅 只不过是呢背景和原因不同而已 那么实质上我们也已经看得很清楚 欧盟对于意大利还有塞尔维亚的援助呢 都是远超过中国的 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呢 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这是在国际事务上中呢 也是频繁发生的事情 主持人 好谢谢马居先生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中国 谈到了欧洲 谈到了美国 谈到了经济 谈到了健康 那么也谈到了这个外交关系 那么马居先生 您再继续跟我们谈谈政治 好的 谈政治我们就谈一下香港的政治是吗